新北永和一处私人厂 竟然是有三台的车辆 被疑似喝醉酒的男子拿砖头来砸毁 其中一台百万的跑车受损最严重 前挡风玻璃通通是毁损 无线电的这个机车也是被偷走 而这辆跑车的车主就有 就是有开索达人称号的这个图字号 怎么也没想到车子才买不到三个礼拜就被砸毁 那他也几乎幸好最重要的开索工具 没有被偷 而警方目前已经锁定份线 全力追弃 停车上这台白色跑车 前挡风玻璃碎裂 车壳上还有嫌犯被玻璃割破 留下的血迹 百万爱车惨被砸 车主就是有开索达人称号的图字号 他竟然传授警销遇到危机时 怎样开索不用破窗 但是这回自己的车被砸 真的是气到爆 当然是很生气 有点傻眼 因为车子才刚买 鬼越这遇到的是酒鬼 我算过我这辈子应该有挽救了 大概超过一万片玻璃 但是我自己的玻璃我没有保住 两个星期前才刚买了 145万元跑车 里程数都还不到600公里 没想到29号上午11点多 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 疑似喝醉酒 捡起砖头跑到停车场 随机用力狂砸三台车辆 其他两辆车轻微受损 就这台百万跑车最严重 连车上的无线电车机都被偷 出估损失超过10万元 他应该是想要窃盗为主 很明显就是我车子后面有个天线 天线他也有试图要拆 但是他没有拆走 还有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被偷走 就是我的开索工具 因为这个工具 大概地球上的所有的车都可以开 这个被他偷走就危险 开索当然表示 好在最重要的开索工具没被偷 否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怕其他车主也心驾驾 警方现在要全力追气 证明嫌犯 记者我为林昭贤新北市报道